中年好声音收视越来越好 其中一位导师 伍仲恒 是香港著名作曲家、片曲家和音乐监制 他毕业于盛方济书院 原本打算做机场工程师 而收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科程 但他为了追求音乐理想而绝学 并在1996年开始为演艺圈创作 监制歌曲和填词 曾两度获得Cash流行曲创作大赛奖项 现在是白乐音乐学院的导师 同时都会为歌唱比赛担任评判委员 更曾经是张学友的御用琴手 为他在歌舞剧《雪狼湖》的亚洲巡回演出 以及104场《学友过年世界巡回演唱会》 担任琴手和乐队成员 亦由2017年开始 跟随金培大学制作电影配乐至今 认真厉害 日前刘嘉宁、梁朝伟和台湾男神鵬鱼眼 一起看英花 刘嘉宁还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多张合照 但在梁朝伟和鵬鱼眼的最新合照中 鵬鱼眼的发现就成为了网民的焦点 现年41岁的她经现M字压 已经可以看到她的发现向后移 甚至有网民说她的样子残了不少 几乎认不出她 鵬鱼眼当年凭着翼天颜直 护露大批粉丝的心 除了英俊 还拥有一身爆肌的Fit爆肌 真是迷死人 但南上都顶不过中年脱发的危机 搞到一种彭泰都很担心 撕影儿的新歌 1加1等于阿姨的MV 在日前正式上架 阿姨在MV里以多个造型出现 令人觉得很有新鲜感 上架都未够一天 已经吸纳到22万次观看 虽然网上有不少评论 指她的MV奇妮和洗脑 但仍然有特别的市场 她在MV里的一句 阿姨是你的小baby 还令到一众阿姨的粉丝疯狂 背景亦有一句 阿姨不红 天理不容 不少粉丝都大力赞好 不少网民都在阿姨的社交平台留言 至少阿姨打赢了王心穎 阿姨可不可以开演唱会 有网民已经帮她计划好 之后要开演唱会了 前日是扩文殉的48岁生日 她在社交平台分享一家人的合照 其中一张照片看到扩文殉 拿着束花感动流眼泪 她写说感谢大家的祝福 在这里祝大家耳同节快乐 扩文殉2006年 嫁给祭姨富商二代应德荣 还有两子一女 但两人的婚姻曾出现烈恨 差点离婚 幸好最后两夫妻靠着信仰 走出婚姻低谷 成功挽回关系 早前应德荣更得到太太鼓励参 中年好声音 虽然50强止步 但她在社交平台说 想回多年参加过无线艺员训练班 还获签艺员合约 但被爸爸阻止入行 而感到晴天霹力 直到今次参赛才重新认定自己 赌王何鸻生的三房千金何超年 和未婚夫豆乔 一前齐就是现身香港一家平民小店 和好友蛇丝曼一起吃饭醉咎 更被网民拍下 摆上社交平台分享 超年和阿蛇的素颜美样 立即成为话题 而当日超年一身街坊变褲打扮 也意外引起了网民的讨论 单看衣着 很难看得出 她是叶曼富家千金小姐 有眼力的网民一眼就发现 她穿的波鞋 是中国国产品牌飞药的出品 这个款式 大约一百元人仔就有交易 网民都赞她低调贴地 不过也有网民留意到 当日她拿着的是爱马仕手袋 大褂楼联红的太太金比 一向为人低调和亲善 但身为MS爱好者的她 几乎每次出席公开活动 都会拿MX的手袋 近日进驻小红书的金比 日前占出小女帮她拍的漂亮照片 一身细装的她 拿着一个价值超过二百万的手袋 净显女强人气势 据知这款手袋 至少要在MX消费过千万 才有资格买 而金比除了有白色之外 还有个蓝色的 不少网民都表示惊叹 现年六十岁的三届师弟罗家良 在2009年和比她小十二年的内地女星蘇岩再婚 婚后肉有一女 一家三口定居北京生活 她亦将事业重心移到内地发展 近日她去了新疆乌鲁木齐登台 有网民拍下她登台时的片段 片中看到罗家良着深色西装在台上献唱 她的身材看起来比以前暴障了不少 无论正面或是侧面都看到她突压 西装也只是扣了最上面一粒 网民对此都觉得很惊讶 纷纷留言说 衣服有点小 可惜到老了没了明星上 不过都有网民赞她唱歌好听 演技出色 娱乐圈中有不少隐藏版的好朋友 以前陈贝宜就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她和李克勤夫妇一起唱K的合照 还留言说她们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不过网民的焦点就落在很少公开露面的李太 露淑仪Emily身上 相片里的Emily素颜上阵 她的样子保持得很好 就算已经49岁都完全看不出 几乎网络紧致得像少女般 获得一批网民激赞 组合农夫两位成员 陆永和施君 在2013年签约无线 成为旗下的布头合约艺员 主力往电视圈发展 他们分别参与多部剧集 和担任综艺节目的主持 凭着搞笑的形象成功入屋 而施君更加在2021年 出任J2的创意总监 不过近日有消息指 他们的艺人合约到期 将不会再续约 而根据无线官网显示 试君和陆永的资料已落架 2022年9月 他们宣布和内地娱乐公司签约 发展音乐 并且在广东展开巡回演出 目前仍然在继续 我们先后向他们查询 但仍然没有回复 陈思穎小小就在无线做《童星》 他六岁开始演戏 以往在多套剧集里面 演出女主角的童年版 因而有御用童年之称 至今演出过的剧集超过25部 他日前就在社交网站 分享了他的最新自拍近照 见他已经由昔日的小妹妹 蜕变成校花级美女 生得亭亭欲立 五官伦却都相当标致 散发着温柔甜美的气质 不少网民都留言大赞他 好美女 有潜质做一线花旦 未来的港者冠军 大美人李嘉欣 和老公许晋亨 和儿子一家三口 日前就读了纽西兰旅游 他亦有在社交平台分享 今次旅程中所拍的美照 最近他上载了两张 他和儿子的背影合照 由老公和爸爸的视角 拍下《one pink》的帽子画面 看到他翘着儿子的手 而另一张就是手拖手 今年就十二岁的儿子 火触标高度和爸爸妈妈的高度 和妈妈站在一起 就像一个小男友 亦有不少网民说 他们的背影 看来像姐弟多过像母子 另外 他又公开了和老公的对话 嫌弃老公老辣 真是相当搞笑